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丽美食剂 适量的面粉中加入开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盖上盖子醒面10分钟 碗中放入少许面粉 加入熟油 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油酥就调好了 案板上撒上面粉,防止粘连 现在开始揉面团 这个面团大概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整理成圆球状 用手压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圆饼 擀得越薄越好 倒上油酥 倒上油酥 撒上盐和五香粉 用手涂抹均匀 撒上葱花 用刀在边缘切几刀 每一片都向中间折起 按板板上撒上面粉 用擀面杖把饼擀薄 锅热 锅热后下入饼坯 整理一下边缘 盖上盖子煎一分钟 翻面 盖上盖子再煎两分钟 盖上盖子再煎两分钟 翻面 盖上盖子再煎两分钟 最后再煎一分钟 最后再煎一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用刀切成三角形 葱花层层饼就做好了 喜欢就帮阿力转发 关注点赞 谢谢大家